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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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孟初夏 他知道你跟那女人的故事吗 是的 我跟他讲过 可他并不在意 怎么 现在又想利用孟初夏来让我放弃这个餐厅了 董事长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餐厅 孟初夏 我都不会放弃 哦 轩儿 美国那个做咖啡的M集团 我们得多注意一下 他们最近针对我们美国的市场 不断地指压 跟置怀 我们不得不防这边 我知道 我已经安排好了应对的措施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我就告辞了 我们母子之间 除了工作好像没什么可谈的了 伯母 安提啊 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大好 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要不把她请过来给您看一下 麻烦了 麻烦了 你怎么不能睁开眼睛看看 你身边有个多好的女孩 偏偏要陷入姓孟的漩涡 不能自拔 安提啊 其实 我觉得初夏姐姐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抓住沈哥哥不放 这几天我一直有事情麻烦沈哥哥 初夏姐姐不但没有吃醋 反而还把她往外推呢 真的 那你觉得 这是她一种欲擒故众的手段呢 还是她们真的没有那么亲密 小姨子 你跟我说实话 如果我给你跟麻烦创造机会的话 你能把握住吗 安提 我跟沈哥哥 我们其实 行就行了 别凶没凶你的了 这么多年来 你对麻烦的感情我还不清楚啊 你之所以抱着 哥哥妹妹的身份不放 是因为你怕你不这样的话 你的麻烦哥哥 不会留你在他的身边的 不管麻烦的婚姻是什么内幕 但是我可以看出来 麻烦对孟苏夏的维护 不是假的 你不觉得吗 这件事情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安提 你说的机会 是什么 我说了 谈不下来就在调高报价 一定要押过那边 董事长和董事会什么意见 不是你要管的事 就这样 随时向我汇报见证 怎么了 总裁 您还记得青岛的中级地产吗 当时他们手里的那块地方 是您最中意的 可惜我们的人 一直没有坦诚 就在刚才 那边打来电话 说他们愿意 再多考虑 跟咱们审视的合作 而且我们曾经提出的价钱 他们也愿意接受 真的 这么说 有可能易董事会 能接受的价格谈定 但是 他们希望能够 跟集团更高级别的领导 当面夹谈 订机票 明天我费青岛 好的 蒙翔 你怎么一口都没喝呀 这不可动了一下午呢 我才不要喝呢 这东西不是可怪了 花这么多钱买的东西 怎么能说不喝就不喝呢 再说补品都这个味儿 来 一口啊 给一口细细细 对身体好 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 你给他喝 沐初夏 这是补品吗 是洗臭袜子的水袜 这要是给孟想喝了 别说明天的考试 就是今天晚上 他都撑不过去的 去去去去去去 你就灌着这孩子吧 这么贵的东西 你扔了都浪费呀 你们俩都不喝我喝 这不还行吗 孟想 你明天要带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没 铅笔 橡皮 隔齿 行了行了 都给你收拾好了 那衣服呢 穿那件大伙子的衣服怎么样 再配上那条大红的衣服 喜气又舒服 你是想让我穿去红孩儿 去考试是吗 红孩儿多好呀 你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知道吗 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 豆浆 油条 煎鸡蛋 炸香肠 算了 明天我早点起来 给你炖一碗鸡汤 对 别忘了 一会儿就把明天要带的水 放包里 省得忘了啊 但是你也不能喝太多 万一考试考到一半的时候 你上洗手间 你会影响思路 行不行 你别唠叨了行吗 这怎么能是唠叨呢 这些事情都很重要 你把它当成唠叨 就说明你还没听进去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 挺好了 铅笔 橡皮 是 本打算考完了给你当礼物的 但我觉得你现在急需用 妈 你继续说啊 沈儿 你怎么总在梦想面前 踏我的台呢 梦想 你给我摘了 我还没说完呢 我太不要摘了 热了 我不要 摘 梦想 别让她抢走了 这可是你今后人生中的 最重要大事 你说什么呢 梦想 我我我我我 是我呢 别我 走 梦想 别我 来 走 走 走 这只是你人生中很小的一次考验 我相信你 可以勇敢冷静地把它完成 放心吧 他在洗手间呢 你别等他了 别耽误了飞机 他在洗手间呢 你别等他了 别耽误了飞机 你不敢去 你别等他 既然这身子 就不要 唯一 你怎么 那怎么办 别说那些没用的 干吃饭 我再去上个厕所 然后就出发啊 妈 我说你就别送我了 我一个人去考场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这个样子怎么了 生了恍惚的 你都开始打冷战了 我那是激动的 该知道了 我自己就行了 快 沈岸 你怎么回来了 梦想 我的后备箱里有山地车 你自己去考场 我现在送你妈妈去医院 好 梦 梦想 你不能自己去 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终搞这这一次啊 初夏 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应该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我现在要替梦想对你负责 懂了吗 我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另外 妈 你除了这两天要安息养病之外 需要做的就是 得医中的录取通知书 我 我想 你要是 家人 我 我 要是 你 你 要是 你 要是 你 要是 你 是 你 要是 你 不过没什么大碍 只要用药及时再多休养几天 就会没事的 我就知道是点怪味不品的问题 谢谢了医生 不客气 我下午能好吗 下午 下午你都不一定能完全恢复 你要干吗 梦想考完试 我得去接他 他进考场前打来的电话 你也听到了 安全无恙 能顺利地自己去 也能顺利地自己回 干吗非要去接呢 我实在没有力气跟你扔了 不管怎么说 我必须得去接他 好 三十秒的时间 说你必须去的理由一定要说服我 否则你哪儿也不能去 我知道妈 还有二十秒 神大公子 你是在美国读读书 不了解中考对我们的重要性 十秒 行 梦想从出生就没有爸爸 后来又被自己的亲生妈妈抛弃了 这些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其实特别害怕自己孤单地面对这个事情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再怎么装酷 这场考试对她来讲也不可能云淡风轻 她嘴上虽然不说 心里其实特别希望有人能陪她 我没什么能力 平时她吃的穿的用的都比其他同学差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让我陪陪她吗 时间到了 我决定了 你这两天都必须躺在这儿 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屋子 神岸 梦想不是还有我吗 哎 梦想 你是不是回到剧场里面啊 考试过后啊不要选担 有心情吧 你今天好像自己来了 我们连送的人都没有了 你妈妈呢 她今天有点不舒服 真的假的呀 哎 梦想 那是你家车吗 真帅 那是你爸爸吗 真年轻啊 这辆车 不是我们家的 哎 小子 我特意开车来接你 怎么不上车 这是你的车 拿别人东西来炫耀 太幼稚 小子 来 等一下 鱼肉要多吃一点 还有这个粥 专门给你妈妈熬的 养胃不深 你也要多喝一点 厨房里有果汁 一会儿复习累了 记得要喝 可以补充维生素 什么啊 知道了 怎么比我妈还唠叨 快去照顾她吧 十点钟我再回来 监督你睡觉 快吃吧 我们是其实 在废大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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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 起来把药吃了再睡 怎么又吃药了 第一天要三小时一次 来 吃药 梦想呢 梦想在家睡得很好 我已经回去又看我一次了 你就放心吧 明天一早我送他去口长 还在工作吗 因为退迟了洽谈时间 对方有点不太高兴 嘴唇怎么那么干 多喝点水啊 这些是我们总裁 吩咐龙他能餐厅 特别人 为你准备的一个容易消化 不伤脾胃的早点 怎么着 让我帮你叫醒他吗 不用 他一大早刚送了梦想去学校 刚回来没一会儿 让他再睡会儿吧 那好吧 孟小姐请别 好好休息 谢谢 谢谢 准备 里面 李莇蓉 李照 李照 李热 李福 李饵 李宗 李宗 李录 李文 李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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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听容大叔想得很周到的 不像有些人啊 连他去哪儿出差都不关心不在乎 我 为什么要关心他呀 妈 难道 你就真没觉得 沈安这个人挺好的吗 梦想 你这完全属于 你这完全属于斯德克尔摩综合症啊 没错 他是一直很照顾我们 可你别忘了 这一切完全建立在他强行闯进我们家的基础上 讨讨讨论这些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反正你中考都已经考完了 咱们最近也要搬走了 搬家可以 不过我有一要求 能不能把我留下来跟沈安一起住 你留下我怎么办呀 你留下我怎么办呀 这 这 这孩子 你现在是要为了沈安抛弃我是吧 总裁 辛苦了几天是不是不舒服 没事 估计是有人在惦记吗 总裁 为了梦初夏 您能延后去青岛的时间 她在您心里已经这么重要了吗 她是我太太 总裁 是因为 对了 青岛中基地产那边突然愿意再考虑我们的原因 你查清楚了没有 沈哥哥 小小姐 小影子 你怎么在这里 这次青岛方面的工作得以推进 完全是乔家靠青岛的人脉 所以呢 这次不得不请乔小姐出面 帮助我们和青岛方面上台工作 我也是偶然听詹姆斯说起 就回去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他这么帮上忙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这次真的谢谢你啊 沈哥哥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能给你解决一点烦恼 我很开心的 走吧 走吧 请 吴伯伯您好 这位就是沈氏集团的总裁沈总 这位是吴伯伯 你好 这是我们集团的张总 这是王总 这是王总 这位是集团的李总 你好 你好 你高兴 那么请吧 不好意思 妈 这白色的药片吃几片啊 说必数也没了 我不知道 这一圈都谁让你又吃的 你什么都得靠一下谁啊 你看 这个旁边啊 大概走过就三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他旁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商场 这个商场非常接近这个地方 所以呢 你看 这个地区是非常好的 如果谈妥了的话 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稳 对吧 是啊 你们再看看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好 大家都看看 好 一路 小姐 进去 我真正在 你 我和你 小姐姐 你怎么会有没办法 开门 和你 我都要 我们照顾 对 所以 他让我先替他接一下电话 你有什么事吗 也没有什么事 就是想问问 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说不好 可能我们谈完生意 我们还要在青岛镇两天 对了 你妈妈还不知道 我跟沈哥哥来青岛的事情吧 那就麻烦你转告他一下 告诉他不要担心 我会照顾好沈哥哥的 好 我一定告诉他 那好 天天啊 孟香 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啊 偷听成习惯了是吧 学校保险的 要吗 那怎么样 吃饭吧 我忘了告诉你了 刘逼约了我吃午饭 我就走了啊 记得吃药啊 孟香 你那药到底是多少 你问了没啊 条款是这样的 如果双方达成异象 就可以签一次有效期签十年 一次有效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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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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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考完了 想让我背着初夏天出去玩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青岛双人游 你你们公司也太好了吧 初年庆抽奖还能抽到这个 你抽被哭脸了干吗呀 这不正好你跟魏先生出去旅行吗 这问题就出在魏正德身上啊 我跟你说 我这辈子抽过最大的奖 就是一代习一份 我这次好不容易抽到一个双人游的机会 结果好了 魏正德先生半个小时前给我打电话 说他有事 他放鸽子了 支住心 费用全由我们公司报销 这么好结果没了 这有多少钱呀 太可惜了吧 你跟你公司说过两天去不行吗 就是不行啊 魏正德先生 一直说他工作忙 这都拖了一个礼拜了 公司说了 这两天机票好满又打折 这是最后的期限了 我要这次不去啊 这机会就废了 太可惜了 初夏 你还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吧 我真不行 为什么 沈安刚出门了 我要走了 莫想谁照顾呀 妈 刚才外公外婆打电话跟我说 叫我回郊七住两天 等你收拾好了 我走了啊 你这孩子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不让我去啊 去去去去去 走了 可惜了 孟初夏 你就跟我一块去吧 这是天意啊 沈安你出差了 孟小姐回老家了 这多好的机会啊 去不了 这机票我都给你订好了 还是算了吧 孟初夏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喂 菲菲 你到哪儿了 怎么回家收拾个行李要这么半天呀 喂 初夏 我这刚要给你打电话呢 你知道谁来我家了吗 魏正德他爸妈 我未来的公公婆婆 阿姨 你先坐啊 初夏 看这么重要的事 跟你说我能走了 那怎么办呀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飞机就要起飞了 你还能赶上吗 哎呀 赶什么赶啊 你看 他们都来了 我这两件铁金 又没有公服了 那行吧 那我也回去吧 不行 凭什么呀 孟初夏 要不这样 我呀 先把机票给退了 然后我找一个人 晚点马上就去陪你 你看那个 泰迪学长怎么样 我 我跟泰迪学长一起去那 算怎么回事啊 这肯定不行 哎呀 阿姨 那个 你先坐会儿啊 我马上就来 哎呀 初夏 你看我这会儿忙死了 我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啊 菲菲 还这儿算了吧 要不 不不不 不行 跟我初夏 你现在要赶往回走 我就不跟你是朋友了 天哪 你这算是浪费了 我几千块钱的机票钱呢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嘛啊 不 飞往青岛的CH9228航班 就要起飞了 怎么办 二朋友 喂 初夏 二朋友 哎 有有这么件事啊 现在有一次去青岛旅行的机会 哎 吃住成全免啊 你有没有空跟我一起去一下啊 哦 去去去青岛全免费啊 对 那个 在他们公司送的钱啊 但是菲菲有事去不了 你 你有没有空啊 白吃白住赏子呢 我现在不觉得 哎 初夏 你今儿先去 然后明天早上我坐 哦 哎 怎么了 喂 喂 哎呦 完了完了 他肯定没有信 他不应该知道我妈今天走啊 噓 依我对梦初夏的了解 他应该还没有这个智商能一直到这点 不能 妈 多大漏洞啊 快点去 哎 初夏 我们刚才不小心撞在桌角上了 啊 那 那明天一定要来啊 明天见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哎 拜拜 好的好的 明日见啊 哎呀 大事了 太不容易了 大功告成 耶 耶 耶 我就说吧 有我二盆出马 什么事办不成啊 哎呀 得了吧 刚才就是因为你差点就露馅了 就是 从现在开始 梦初夏的电话不准接 短信不准回 都懂了吗 我有件事闹明白 这沈安天天跟初夏在一起 那乔家影去住又怎么样 不过就两三天的事吗 再说了 人家就是个叫第一个小姑娘 也没什么杀伤理 我看就是你们小弟大作 我求你了 连梦想都看出来乔家影对沈安的企图心了 你怎么就能中了那个白兔金的毒呢 出差 是男女关系中的第一大杀手 感情呢 就像战争了 别说是一两天了 就算是一夜之间 也能让敌方功成略地 片甲不留 我早就知道 你会加入到促成梦初夏 还有沈安的阵营当中 等你很久了小同志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你的那个阵地也总是一期之间被别人占了 我欧陷了这个魏先生 不过菲子 就算我输给魏先生 输得心服口服 但是 我还是会一直遥望着你的阵地 不离 不弃 别 你就是感情战争中的合伙器 你一出现整个地球都会有危险 你还是放过我吧 行了行了 沈安阿姨 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我知道 明秋战道暗渡陈仓 无中生有 凡客为主 什么意思 怎么办 就是 一切替你飞飞阿姨的 很高兴生种远道而来 来 我们大家共同干一杯 来 来 好 来 吃菜 吃菜 吃吃吃吃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员 沈哥哥 在担心嫂子 不是跟你说了吗 梦想刚才来过电话了 说没什么事 看来沈哥哥 是越来越离不开嫂子了 想他想到脸色又变了 不是因为他 这两天我没有好好睡过觉 真的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要是知道你不舒服的话 不应该让你来的 没关系 今天晚上瑜伽瑜礼我都应该参加 好 沈总 今天非常高兴 我敬你一杯 吴总 我是晚辈 应该我敬您才对 沈伯伯 不好意思啊 沈哥他这几天没有休息好 不太舒服 我替他喝 可以吗 小夏营也会喝酒了 你替他挡可以 你们两个人也不是外人 那我先干了 你随意 您是长辈您都干了 我哪能随意啊 来 好 不错不错 您千万别跟我爸说 不然又该生气了 不会 来来来 坐坐坐坐 来 来 马上马上 到 小英子 你不用替我当酒的 我没事 你是冲我面子才来的 我替你当酒是应该的 没事 李叔叔 来 王总 来 替沈哥敬你 您坐 您坐 来沈总 我敬你一杯 这个不好意思啊 我替他喝 我可以喝 来来来来 你瞧瞧姐真是好的 您请您请啊 谢谢 谢谢 您坐啊 您坐啊 走走走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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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差不多了吧 嗯 我查过孟初夏的飞机 它是正点起飞的 应该还有十多分钟 就能到达青岛的 孟霞 你有没有一种 欲你愁为我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 这里 就是孟初夏逆袭计划的 指挥部 我希望那个乔佳颖 不要太辜负我对她的重要 对手太弱的话 游戏也就没有意思了 哎 哎 菲菲 那你分析分析 这乔佳颖 她会怎么刀呢 这还用分析吗 姐姐我可是装伟白兔的祖师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白天工作 晚上就得喝酒应酬 在酒局上 那只伟白兔 应该会装得特别的大方得体 应对自如 再找个机会把自己灌醉 然后 不许听 试问 哪个男人能抵抗得了 一个喝醉了酒的 年轻漂亮的女人呢